好另外要告诉您台北市政府自行车脱掉政策是喊咖了 不过脱掉到保管场会来领自行车的民众 您知道吗大约只有三成而已 而且因为放在这边的车辆其实很难辨识 这没有办法通知车主 所以许多现在被脱掉的自行车 只能够这样子堆放在保管场里 地下室百满因违规停放而遭脱掉的自行车 不同于汽机车 这些自行车没有车牌做辨识 根本不知道车主是谁 到底要怎么领 来临的人不多就对了 对来临的人不多 大概多少 不到三分之一吧 台北市取缔自行车违规停车 好整顿捷运站外头乱停一通的状况 但配套措施不足 民众只要凭身份证和车型描述就能领车 根本无法百分百确认 宣布取缔政策临时喊咖 绝对找不回来的 那要怎么找 没有车牌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找 日本他们就会贴一张纸 那那个有个好处是说 一个是帮你脚踏车 说等级 另外一个就是说 让你脚踏车被偷的时候 他们警方就可以依循那个贴纸 去找寻脚踏车 节能减碳风气 自行车通勤越来越多 捷运站外停满自行车 但自行车位明显不够 在这一带来讲的话 停车的那个格子 的确是比较少一点 因为又是捷运 然后又有公车 都要脱掉啊 很多人摆了很久了 都没有来骑嘛 干脆给它脱掉了 政府推广单车通勤风气 却无法解决车辆识问题 去地级旧张上路 最后腰斩 思虑不周 又一桩 最后捷运成一方 张宁文台北报道